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在湖北的咸宁 前半就是咸宁火车站了 这个咸宁火车站它是于1917年开始运营的 也是一座百年老火车站了 它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这广场这边也是绿化 做得非常到位 随时都有这个防卫工人清扫 月圆桂乡 现在我就沿着火车站这边呢 给大家看一看咸宁的城市建设 出火车站之后呢 它这边有几条核心的主干道 它这边有一个环岛 下面我就沿着这边呢 给大家走一走 其实咸宁州的城市非常的尴尬 在解放以来 咸宁先后分属孝岗武汉大志专区 在1965年才设立咸宁地区 一九九八年底了 才更名为地级市 所以咸宁州的城市也是一座比较年轻的地级市 但是最近这几年啊 无论是从综合实力 经济各方面啊 都发展得非常的不错 你看 这前方都是一些标新利益的楼盘 咸宁这里的温泉非常的有名啊 因此也被誉为 湘城全都 它这边是距这个中华鸡摊小镇 距这个新桑湖航天科技馆 以及新桑湖省鼠部落 大概是20公里左右 从这个道路规划的整洁程度啊 一点都不亚于这些二三线地级市的 它这边的共享单车呢 也都是有这个安全帽的 安全测试做的非常到位 咸宁州的城市 它是非常的适合休闲养老 以及宜居的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在2019年的12月7日 中国勘养城市排行榜50强当中 咸宁市排到了第48名 先后获得的荣誉也是非常的多 你比如 双云模范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中国绿化名城 国家卫生城市等等 同时咸宁呢 也是一座发展十分有潜力的城市 在2020年的 中国288个城市当中啊 它是排到了第176名 就是根据这个发展指数来进行一个排名的 你看它这边的楼旁啊 也都是非常的新啊 尤其咸宁州的城市的水路交通 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 它全城呢 主要也是依靠这个长江干流 长江支流 以及内河 水库湖泊 全市一共有通航里充564.4公里 其中长江干流寒长118公里 不得不说他们这边的小区生态环境真的非常的好啊 我看了一下瓦山这边的楼旁啊 它这里的绿化大概都是达到了340%啊 绿化确实非常不错 尤其是你走到这个街头 随着可以看得见本地人 生活非常的惬意 它这里的节奏感啊 非常的慢 尤其是它这里的人口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不会感觉有大城市节奏一样的那种氛围 它这边离武汉其实很近啊 所以我觉得我把它这里称为武汉的后花园 一点都不为过 你看 这生态环境 尤其是它这里的服务设施非常的好 很多的母婴店这些的 还有一些吃的也是挺多的 鲜林它这边生产的这些农作物也是非常的多 你比如茶叶啊 水果啊 中药材啊 蔬菜等等 一共有11个特色主导产业 所以它这里也享有江南天南药库之称 它的自然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 因此也享有全国桂花之乡 南竹之乡 柱麻之乡 茶叶之乡 矿产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 你像有一些屁 甲 辣 白云姆 美等 反正沿着这边走了 我走了一下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氛围是非常的浓 而且这边的人也是非常的热情 物价也是很亲民呀 你走到这个街头啊 就给人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干净和整洁 说实在的 走在咸林的这个大街小巷啊 我说实话 我真的喜欢上来做的城市 因为它这里的节奏又慢 然后你走到这个街头 地方又很干净整洁 这里的人的荣文素质也很好 景点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休闲养老两不路的一个好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 前方又有一些大型的超市啊 没走几步啊 你发现这里的大型超市也是特别多的 而且一些药店也是很多 你看 准所居多 这个街面也是可以看得见一些本地的人卖菜的 就是可以吃到一些比较绿色 无公害的一些蔬菜 这一点我觉得挺好 带来大家看一看咸林的城市街道啊 前方的也都是在这里热火朝天的进行一些建设 我觉得咸林这个城市啊 未来一定会发展的非常的壮大 尤其是靠着武汉这座大城市 未来可期 我非常看好这座城市 这边也是要进行一些拆迁吧 把这些老的一些房子啊 改造成这些高楼大厦 像年轻在为我点一颗 火车上的情侣也不多 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 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 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 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 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 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 时间轻易快一点的歌 别让我一个人受日落 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 欲望请放过脆弱的我 想念你和我却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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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想着想着就要到站了 我的伴儿 旁还在挥荡着 那一首八十年代的歌